已经被狂扫一控的爆饭 是早年在码头工作民众的记忆 工人们用大碗工就地蹲着吃 就用老屋改建的方式 给大家呈现这个爆饭馆 然后我们就专门有给大家定制这种碗工 不予老屋新生命 码头爆饭馆玉女而生 有老板带着大家 然后把一些饭啊菜啊 以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带到码头上面 那码头工人就就地 然后城上自己喜欢吃的饭跟菜 透过画作让大家了解体验 当时的用餐文化 码头爆饭就是这样 他们坐在港边吃饭 跟我今天吃的衣服一样 文化局在今年度的社造小旅行中 推出造读泰白庄 泰成肯欢迎入坑路线 带大家看见社区营造成果与私房景点 我觉得一个地方的发展 最后还是要回归到 就是我们在地原始的文化是什么 那透过就是独特的在地的文化 那才可以去发展就是我们 特别的社区的产业 就像我们码头爆饭 那就是借由我们过去的 就是文化历史的这个脉络 然后跟社区的关联性 去找出一个特色的一个产业 那也是希望就是未来 来这边社区吃饭的人 他们也可以借由这个地方 然后了解在地的故事发展 原来泰白社区可以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点 可以让我们去探索 对 然后还有他们社区人的凝造率很强 凝聚力我觉得很强 对 就是大家对于社区都有一份特别的情感 然后愿意一起付出 记录码头工人过去的生活样态 延伸出独具特色的社区产业 码头爆饭 投入设造多年的Mike 也分享规划的旅游路线 邀请大家在巷弄传说中 感受西岸三里 太白和平先动的设造魅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